距離1月7日,高職類高考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現階段考生準備情況如何呢?一起來看看 近年來,我省高職類院校招生門檻不斷放寬 作為台山高職高考的主力軍 培英職校近兩年大專入圍率100% 本科人數穩步上升,參加高考的學生逐年增加 記者走訪高職級見到,學生在老師帶領下 握緊最後時間進行考前衝刺 據了解,今年培英職校有五個高考班231名學生 現階段,主要工作是在義務的基礎上查漏補決 特別要做好認識心理輔導 現在高考呢,還剩下不到一個月 我們的學生呢,現在就是狀態是蠻好的 感覺他們學習現在就是會主動了,很主動 現在我們的重點就是呢,關注學生的這個身體 心理、情緒,叫正常 爭取高考的時候呢,能夠正常地發揮 相比普通高考,高職高考的考試內容是三家證書 即是語數英加上選考技能證書 一般來說,考生會在高二上學期考取技能證書 參加高考只需要進行三門主科考試 歐淑貞是高考班學生 高二以來,她先後考取了英語和計算機一級證書 希望多正在手,令到學校錄取和專業選擇更加重用 現在我的目標是想要考深圳的職業大學 因為我覺得那裡的學校是我們全中國最好的職校 我想要到時候學習商務英語,將來想做一名翻譯員 儘管考試科目小,難度較低 但基礎薄弱是中職學生的通病 特別是年初疫情影響,學生只可以摘加自責網課 在校時間受到壓縮 為此,學校調整了認識策略 教以往加密了知識點的反覆演練 將學過的知識、做錯的題目重複鞏固 做到不丟冤枉分 同時,加強認識能力的培養 確保學生被考階段緊張不忙亂 始終保持良好心態 老師就是帶我們主要是刷題 因為做多一些練習 對以後向到考場真的是很有幫助的 會有那個體感 據市招生辦統計 今年我市共有539名考生報名參加高職高考 其中應屆畢業生533人 退役士兵6人 高職高考抗招繼續 對有志於在高等院校深造的學生來說 無疑是個利好消息 我們下期明天我們下期 我們下期明天 我們下期明天 我們下期明天